哈囉,我是阿斌 大家好久不見了對不對 原本我要拍很多像登山、戶外活動 結果前一陣子 頸椎痠痛到不行 而且還發炎 我整整休息了一個多月 完全沒有辦法置領 那我今天就是超開心的 好了之後馬上出來放風 就是走走跑跑步 你知道我之前嚴重到不能跑步 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我今天假如沒有做任何事情 從這邊一直到我的肩胛骨那邊 它是一整個誇張 好,那剛剛講到說就是 因為疼痛嘛 所以無法去做一些運動 所以我就決定去看醫生 醫生也幫我安排X光的檢查 跟神經傳導檢查 那幸好,幸好 檢查出來不是什麼追尖牌的問題 然後神經也沒有影響 重點就是我的肌腱發炎了 好,講到這個 醫生也跟我講說 其實我們身體啊 它就是一個很棒的保護機制的一個系統 當我們在危害身體的某一個部分的時候 它就會用疼痛來提醒你 但是如果你不管那些疼痛的時候 它就用發炎這個東西 讓你覺得說哎呦喂 這個真的是好痛好痛 一定要去注意它了 所以經過這次啊 為什麼讓我一直好好想跟大家分享這個 迫切的問題 因為我有一個學生也是大概是國中生 然後有一次我觀察它的時候 它已經開始有一種 你知道就是頸椎很痠痛 我回憶小時候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哎,頸椎痠痛不是我爸爸那時候的年紀的事嗎 後來才發現說 因為大家有個習慣什麼 低頭看手機 常常都這樣子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當我們這樣子低頭的時候 我們頸椎就已經是一個弧度 好,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我肌腱會發炎呢 先跟大家說 這不是一個醫療的頻道 所以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經驗分享 後來我才發現說 這一次會引發這個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是有兩個 第一個 就是當我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的姿勢還是維持著不正確的姿勢 所以它疼痛一定是持續著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今天給人家按摩推拿的時候 它可能會當下會舒緩 我喜歡給別人或者是按摩師 幫我加強那個痛點 然後譬如說這個痛點在這邊 我會請它狂按、狂捏、狂挖什麼 很想把那個痛點挖出來 你知道就是這麼變態 那個痛點一直被我壓壓壓壓的時候 整個就是發炎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啊 它的根本的核心 整個把它抽掉 我花了整整兩個多月 才把我的這個 這個痛點從脊椎到肩胛骨那個點 整個把它就是抹除掉 所以啊我這邊有三件事情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請大家好不好 好好做這件事情 尤其是上班族 好啦一般人都要做這件事情 當如果你在工作或者是讀書的時候 第一個一定要記得 15分鐘動一次 這也是我的醫生一直強調這件事情 這段時間我也有常常做 我知道當你在認真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很難就是15分鐘一到 就會放下手邊工作 然後去開始做一些緩恆的動作 對不對 可是這一定要提醒自己 像我自己都會設定15分鐘 或者是有時候比較好的時候 我就會設定30分鐘 然後第二個動作有哪些呢 非常非常簡單 會有什麼 抬頭 低頭 轉頭 為什麼說這個非常棒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維持那個姿勢的時候 沒有起來動一動 我們身體早就可能在發生一些痠痛 不知道 可是當你在做這件動作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緩和它 尤其是我這邊很痛的時候 我只要轉這邊 之前不誇張 我只要轉一點點 我這邊就痛到不行 更何況就是整個轉過來這邊 我曾經試過就是我轉過來這邊的時候 我整邊是刺痛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自己講說 沒關係慢慢來 只要維持一點點就可以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只能維持這樣子 一點點疼痛就不要再過去了 就稍微一點點就好 然後再回來 然後這邊回來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三個 晚上睡前的話 一定要熱服 你一天勞累 你那個痠痛點 可能還是會持續痛 但是你用熱服 你就可以舒緩它的那種疼痛 然後去促進它的血液循環 好了 我相信大家聽完這個分享的話 一定會去試試看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我還是很興奮 因為我終於可以去做我喜歡的事情 登山運動 或者是去做一些生活的分享 所以請大家敬請期待我接下來的一些影片的發布 然後當然就是會把一些最美的風景啊 就是拍攝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現在迫不及待要去做了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